你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罵極不哭, 越罵越笑 我越哭, 你是不是越罵? 我才會像妹妹一樣 妹妹怎麼樣? 從小到大, 她一哭, 你立刻抱著她 你偏心 你是姐姐嘛, 要做個好榜樣 不像學你哥哥一樣 算我又怎麼樣? 忘記了 你整個下午要去哪裡? 到處逛逛 現在爸爸不見了這麼大的事 你們兩姐妹可以完全沒有反應 搞定了 當扶你吧 不, 你別總承認, 什麼都要自己來 啰嗦 好啊, 我以後就什麼都不說 還好 一點點 愛 Ж 喜歡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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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的鞋只有半隻這麼慘 甚麼事不開心,可以分享一下嗎 可能你太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加油,永遠支持你的 我拿衣服洗澡 對不起 鞋皮也不臭,要這樣嗎 油炸鬼一定要掉下滾油 只會變成金黃酥脆 散發出毒油的美麗 你在安慰我嗎 你想像自己是一條油炸鬼 一定很不奮起為何要炸我 但炸完之後脫胎換骨 你就知道為何要炸你 對,真是的 有時候你以為不公平的事 你試試換另一個想法 可能會是一件好事 原地踏步只會欣賞到面前的風光 在敷躁閥味的生活中,還有你會令我笑 我還寫了一封道歉信給姐姐 你幫我看看 不要,你是私人 我告訴你,你看就可以了 你是女士,你幫我看看寫得好不好 沒有了,可以… 麻煩… 可以,你寫得很感動 那就好了,你可不可以幫我打他出來 我怕姐姐認得我的知識跟以前不同 好,那我幫你打出來 然後發給你姐姐的電郵 不要,我想跟姐姐說一時送給她 那我幫你印出來 然後送去你家,好嗎 你真好 你真好,我真好 姐姐,你記不記得我送過一串雞蛋花給你 可惜花花借了 你就教我用紫簾土做了雞蛋花 還說有花香味就完美了 希望你接受這朵完美的雞蛋花 接受我對你最誠心誠意的道歉 堂堂先生 很多年前,童堂和媽媽回大馬探親的時候 她回來帶了一串雞蛋花給我 原來她還記得那件事 童童 Amanda真的越來越攻心計 玩情感孝習,冷定另有所痛 雷小姐,Chirley來了 Elsa,早安 早安,什麼事? 謝謝 我今天是替Amanda想跟你… 阿光,你找我有事嗎? Ribbon 是,你們有事先談談,我去外面等你們 我不敢,你們先談 Chirley,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是關於收購大馬香福縣 臨時加批撥款的 我早就跟你說了,你還覺得那封信感動到你 什麼信?我不是很明白吧 Amanda昨天找人送了一份禮物 還有封信給我 她就知道你發人心軟,所以就出這一招 Chirley,我剛看到你發給我的資料 我有一些事不太明白 為何明明可以很低預算處理到的問題 Amanda偏偏有高價收購香福縣呢? 弄得成本變得這麼高 同樣是雞蛋花 但是水土氣候環境不同,也會有差別 Amanda堅決要用香福縣的雞蛋花 是因為它的香味很獨特 其他地方是做不到的 財商延商,成本效益才是最重要 雞蛋花不會為了控制成本 而降低產品的質素 化妝品品牌現在在市場競爭很激烈 尤其是本地的品牌 如果我們稍有差池的話 就會被人踢出局 Elsa,你也是用家 我想你應該明白吧? 我不是雞蛋花的粉絲 不過我有用過你們的產品 效果不錯,這個讓我拜託 你想也不想就簽 公事歸公事,你怎麼可以這樣成功事? 他們一直有傳資料和報告給我 我很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你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道他送東西給你有目的 你這樣做就要不斷托托托托 起碼他也肯走出這一步 我這個人的性格一直都很心軟 才會聽你說 就算你這次真的阻止得到 你覺得區區幾百萬 爸爸不會幫他嗎? 就是福邸 你這樣做的 即使你 你這樣做就算作予抗 不會讓我、挑戰